哇 大家也在放煙火耶 晚安 明星晚安 阿當晚安 洛克晚安 主蛋晚安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是元旦 1月1號 祝大家新年快樂 2021的第一天就 馬上來開個直播 然後為什麼看起來會霧霧的呢 因為我的手機已經保護貼碎了 所以它還有點碎到鏡頭了 所以今天會有點霧霧的 這個沒有辦法解決 可能要等我明天換個保護貼之類的 可是明天早上也有直播 所以可能會連兩個直播都有點霧霧的 沒關係 應該沒有關係吧 朦朧 晚安小雨 晚安Steven 晚安女子小伯 晚安 明天9點直播人期的來嗎 對啊 色色平安 我的保護貼睡掉 所以色色平安 直接落地開花 小翼新年快樂 小翼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好像沒有什麼人在新年開直播對吧 謝謝明金的愛的煙火 謝謝 煙火 嗯 欸 CJ晚安 9 9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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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點 一定會早期 好那小黑黑明天見 新年快樂 CJ新年快樂 今天有9個 喔真的嗎 可是我現在看只有一個人在線上 害我以為今天都沒有直播 還是因為今天放假 9點半 喔是9點半嗎 對那是9點半 好收回 9點半 對 謝謝Steven 元旦的第一天又忘記自己直播時間了 喔對 Steven的留言前面有個WAG 我今天一直以為今天是禮拜六 然後我就在看那個 那個啥 呃 做出回戰更新了 結果 發現今天是禮拜五 嗨小赫 好沒關係 謝謝小黑黑 就 我不知道 因為我爸媽今天不在家 我想我明天 搞不好又可以在那個 客廳開直播 謝謝小雨的告白氣球 謝謝 欸這是新的欸 好漂亮 謝謝小雨 謝謝 耶 謝謝 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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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elt 喲 句 然後這次是那個蕭敬騰跟滴滴舞二的collable 要怎麼講 合作舞台嘛 fit的感覺 然後就是去幫忙辦舞 然後是喉嚨這首歌 然後因為我本來也蠻喜歡聽這首歌 我去KTV都會狂點 所以就是有了機會可以就是幫忙 而且還是幫蕭敬騰就是這樣子 幫蕭老師這樣子一個很厲害的藝人辦舞 我覺得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然後又是在跨年晚會 這是我第一次的跨年工作 因為去年三單的跨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不是選拔 所以我就沒有去到跨年的晚會 然後二單一單的時候 二單的時候一直都沒有跨年活動 所以這應該算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跨年工作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今年的跨年是以有工作的前提 沒有辦法跟家人過的話其實也還好 大家怎麼過的啊 大家跟朋友一起過嗎 還是自己過還是跟家人過 應該很難找我吧 我朋友他們坐在電視機前面也是瘋狂的在找我人啊 感覺很難找因為太多人 然後大家都穿幾歲 謝謝 謝謝 謝謝阿當 謝謝阿當 麗寶那邊也有表演 跟朋友一起在家過 打Switch桌子有麻將跟吃火鍋 欸很讚耶 雖然是打Switch 但我覺得很好玩的樣子 遊蝦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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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 Hello 孝賢 Hi CJ 對 然後 我今年就是跨年因為在 就是在那個後台過 然後 可是我回去的時候 還是有跟朋友一起跨年 就是有些朋友他們就是 我覺得我的同學他們吃到一半 然後他們應該就是會玩一整晚 然後他們就問我要爸來坐著吃點火鍋之類的 所以我還是 有跟朋友一起過 雖然沒有跨年可是就是有 吃個飯這樣子 對啊 謝謝他們 因為畢竟我們在台上穿短褲一跳舞 真的是蠻冷的就是 因為這次 剛有遇到寒流嘛 然後 昨天跨年這低溫只有 8度 9度而已 然後 只穿了一個 大學體跟短褲 然後就要上台跳舞 然後就有點熱 對啊 所以我下台以後就馬上換長褲了 有啊他們知道 所以 我有叫他們在家也可以看電視 可以就是玩個遊戲叫找找柏林在哪 感覺他們應該沒有找到 或是有可能有找到 因為太多人真的太難找了 嗨小紅毛 毛和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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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後面大家在 群舞的時候嗎 看起來有點累加油 沒有我沒有很累 我現在沒有很累 我只是講話一直都這樣 因為我最近拔牙 然後 嘴巴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可能 不太會笑 因為笑的話會拉到 有點拉到牙齒 然後就不太舒服 然後 所以我可能 不會笑太開 可是我還是盡量會微笑 不好意思 這什麼 毛毛熊 欸新特效 這個很可愛 是熊的特效 我喜歡 沒事的 謝謝 大家 謝謝 林哥好久不見 哈囉佩森 好久不見 佩森好久沒有來看我直播了 企鵝晚安 崔崔你好 飛雪你好 小龍你好 很可愛 對啊 整場都在爆笑 好痛的感覺喔 對啊我真的覺得 弄牙齒 是人生最恐怖的事情 可愛小龍佩森 耶 很可愛 原來佩森死慧了 原來佩森死慧了 我燈怎麼了 我講錯話是不是 沒有腫 沒有 沒有 我沒有腫 可是我還剩一顆 然後 他說那顆把玩應該會腫 然後我選在 reset那一週的禮拜一把 但我覺得我是不會腫太久的人 就我只要 我有燈子這樣 其實我只要不要 做一些 拔牙或不該做的事情 應該就不會腫太久 因為我拔了三顆 我上次 我上次就是拔了 左邊兩顆也沒事情 就是都沒有腫 而且我那天還 晚上還有就是練習 我沒有跳很大 可是就是還是有動 然後有 讓身體熱一下 然後 右上 右上應該還好 因為右上牙齒比較好吧 我燈髮什麼事了 新年可以怪怪的嗎 拜託 我真的很懶得一直重開 我覺得我不會腫 而且我就算腫右邊 你們應該也看不出來 因為我的頭髮抖著 左邊比較不好腫 拜託不要腫啦 不要啦 萬一腫起來 然後跳reset 我真的會很崩潰 晚上好 好 轉錯 一大早六點就出門了 哇小黑黑好拼喔 你們這幾天都在幹嘛 你知道就 欸 露營嗎 這是 晚安國術 晚安寬寬 晚安寂風亮 晚安田中鬥力王 晚安 貓貓晚安夜間 大家的名字都 有點小繞口 晚上好 耶 感覺很多人進來 嗨晚安 晚安 我弟在外面 我在問他幫他買飲料 今天 元旦就突然想要喝個飲料之類的 其實每天都想喝飲料啦 其實 今天特別想喝 去網 欸去山上 我今天 看著去網路露營三天 去山上露營三天 兩夜過走 網路幸好不穩的生活 辛苦了小黑黑 可是應該蠻有趣的吧 可是這幾天那麼冷 你還去山上露營 不會很冷嗎 哈囉劍谷 謝謝劍谷的楓葉 謝謝 稍等一下 晚安 早 當 待 早 一些東西 找到 你 你 隧道 在牆裡 牽上 我 當你 哈 你 對啊 天氣冷的時候手指頭就會很那個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在後台看到 小敬人老師的那個樂手 就很多 惦記他的吉他手 然後我就在想說天氣那麼冷他們手指頭要怎麼動 可是很厲害的吉他手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吧 會回聞太好了 我這幾天已經過了很冷很冷的日子兩天了 而且我禮拜四跨年天才早發 對 所以我早發起來都沒有回去睡過 然後一直連著到放學後 然後就趕快趕去弄頭髮 然後我們就趕快集合然後晚上表演 跨年完然後跟朋友一起玩到很晚很晚很晚 然後回到家都已經快累死了 我已經在恍神了 謝謝小爛花 很快就是一跨年後就發現reset近在眼前 下個禮拜 下下個禮拜 忘了今天 1月1號可是不是禮拜一 那是小黑黑的全民每日抽再接再厲 那是什麼意思啊 那個是你沒抽到嗎 那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沒抽到嘛 謝謝 是2020想達成的10個目標 我們來回顧一下好了 我要用電腦找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慢慢翻那個 這個...超舊以前的貼紋 在哪啊? 是不是回顧然後... 還是不小心被我藏起來 我怎麼可能會把那個... 我真的會把那個影片拿掉嗎? 這個嗎? 嗯?也不是啊 這個咧? 嗯?也不是餒 該不會被我刪掉了吧? 有可能喔 什麼鬼啦 那... 我是不小心把它拿掉 可能我覺得排版太醜 我就把它點藏了 嗯...但是我用這個好像看不太到 刪掉了 應該不是刪掉 可是感覺是被點藏起來之類的 或者是... 就是沒有顯示在頁面 這樣很麻煩 要開HT一看 開工開始 烈烈烈烈 不是 嗯... 我覺得應該不是刪掉 我覺得應該不是刪掉 那我就要登錄了 不知道找不到 差點把密碼念出來 哈囉 好 希望我沒改過密碼 欸等一下我按錯 欸 欸... 欸...對 太好了 那我可以找找看 呃... 沒... 我不會用這個看的 對不對 嗯... 電腦版好像不能看你點藏欸 我看一下喔 可能用手機看一下 因為我也很在意這件事 我突然被關播欸 是怎樣 我突然被關播 我突然被關播 等一下 可是我要先跟大家講 不用擔心 沒有刪掉 我是點藏起來了 因為排版實在太難看了 所以我只好把那天文 點藏起來 可是有點麻煩 我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沒有POIGTV 因為我那時候不會用IGTV 所以我沒有IGTV的習慣 我那時候是把那影片 拆成三份 然後發成貼文 所以我現在只要 我沒有... 我一定要從頭看完 我才知道 我到底許了什麼願 你知道嗎? 那我們明天再來解析 我到底想要是哪一個 有甚麼想要的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沒有在一起 我剛才是老實講 我可以做的 我會做的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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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想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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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阿歐獎的LOVE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小雨 參加美人波特有試過嘟 我把他蓋手去了 波特有試過嘟嘟嘴 可愛表情 拍照嗎 沒有吧 我有吧 我沒有試過嗎 我沒有試過嘟嘴拍照 沒嗎 突然有點懷疑自己有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怎麼感覺我會 但其實我喜歡嗎 我喜歡嗎 看一下 我可能很喜歡喔 現在翻閱自己的體文中 有有一張有耶 7月25號的一篇文 耳環的貼文 嘟嘴狂魔 對啊 我看到 有一個有 超做作的那張 哇還有一張也有 可是很少 420也有一張 我們越後面越覺得自己的貼文很好笑 不行我再看下去我要點藏貼文了啦 你們 我按到什麼東西 等一下等一下好可怕 就是開關障然後用電腦開 然後不太會用 然後就很可怕 欸我比太多耶了吧 我現在看我的版面 超多耶 4個 OMG 好可愛 嘟嘟嘴表情 可是要怎麼樣嘟嘴還嘟可愛一點 就是我真的是有點障礙 沒有沒有很可愛 真的是有點可怕 拍到三首飾 欸真的 X級你觀察的很細微喔 我發現我腦袋就只有這三個 就是剪刀 欸 這不是石頭 這是葉 然後不然就是讚 然後不然就是王美舞 日本很愛筆葉 可是我也覺得筆葉就很方便啊 筆葉就是整個就是很 就是一副就是你在拍照的感覺 只要葉比好就什麼都對 因為我們就是日系偶像 所以就筆葉沒有什麼問題 欸唷 怎麼每次都筆這種 之類的 我身血應該 欸身血不能筆讚 身血好像不能筆葉 也不是不能筆 可是就是筆起來有點怪怪的 要看照片 像你也不能拍什麼制服照 筆跟中二姿勢之類的 可是 你像上次拍那個 萬聖節的時候 根本就是叫所有中二 中 中二 叫所有中二仔 就是 拿出他們的 絕活 有 上面有發現就是 就是那個 聖誕節 欸萬聖節的身血 那個系列就是只有 我們這幾個東半迷就會比Pose 就是比的最開心 2 2 1 3 2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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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每次打一個哭我就知道 你不要劇透喔 算我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就是不小心在危機的時候 不小心就被危機給劇透了 我討厭 我每次想要手癢去查危機的時候 我就很怕我自己會被劇透 可是我會忍不住不小心看到最後一行去 然後就被劇透了 跟著你 剛練手指 可是我剛練只有看過那個 我剛練只有看過真人電影版 所以我覺得現在終於懂了大哥哥一起玩那個哏 我還沒有看完 沒關係啦 我沒有看那麼快 可是我對於JoJo被劇透我還好 我只是想要就是跟瘋在那邊 亂罵而已 這家當好長喔 嗯 每個手裡 每個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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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都不理會 哪不做多 好 大家對新的一年有什麼期許嗎? 我就希望疫情可以趕快耗起來 我們可以開始發表你們的意見了 大家可以來聊聊一些2020的 我有一些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好了,這感覺比較好開話題 大家的願望都很實際 排球少年還要等下一季,聲不如斯,同意 媽不想等了 可是你想想看我們都等晉級居然等到現在 等一下沒什麼 我也想把他大財 開一間自己的公司 二十一歲期許,開一間自己的公司 沒有音樂喔 眼睛碰碰的 剛剛已經好了 暗紅碗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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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我也很期待公園的到來 1月9號跟10號是我們公園的日子 然後三組都有各自的表演 我們最後也每個月都會定期舉辦 所以就是大家 不用擔心 我們已經公佈上半年的公元日期了 所以大家可以開始把架簽畫好 國塑抽到側邊喔 後面還是要 啊 耳機摔倒了 3點晚上只有酒蛋 3點不好嗎? 雖然是有點遠啦 可是其實都很近啦 太近了會有點 就跟看電影 前三排總是特別的 你們不會覺得跟跳舞離那麼近很壓力很大嗎? 之類的 我就覺得我會啦 因為我們那個有時候不是第一排會做一些關係者 可是他們也會覺得做第一排壓力很大 這個位置很大 柱子後方第一位 會不會擋到吧? 有點冷 你說坐在山頂很冷嗎? 好可愛 嗨 君彥 你好 所以我的L知道票跟很快有一條龍了 哇 太厲害了 怨念 已經快Bingo了是不是 有點 有點 謝謝 插起了 全民美日抽 我來看我會不會縮小一點 縮太多 好像有點多 那我們來調掉一點 極限 一點點還好吧 空包蛋 喔 那個沒有中就什麼都沒有 戴面具我會尷尬 台上 台上開台下其實也蠻清楚的 只是後面的很不清楚而已 可是其實前排的都看得清楚 好可愛喔 有口罩 跳舞的人都沒戴 你們不會尷尬嗎? 好可愛喔 有口罩 跳舞的人都沒戴 你們不會尷尬嗎? 好可愛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可愛喔喔喔喔喔喔喔 妳們有髮 DB 回顧 回顧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剛才看那個回顧 我跟你講 他跟我說 我1月21日的時候播了19個小時 你們還記得我 就是去年1月的時候 有一次我有浪故障 然後我已經下播了 可是他一直顯示我在線上 然後就這樣子 我去西門町逛街 他也一直顯示開播 然後還可以收禮物耶 超好笑 所以我叫林潔心去丟禮物看看 然後林潔心說還可以丟耶 然後我就開了19個小時 然後他剛剛跟我說 就是我最常開播時間 是在1月好像21號是不是 然後19個小時 超厲害 你們直接當聊天室 對啊他說我聊他說我開了200多個小時 2020年 然後相當於是演了103部電影 謝謝 已經演了不少電影了各位 還在裡面丟紅包 那還不錯還蠻好玩的感覺 對那天你太早下了 結果我那天就一直持續的一整天 可是他畫面是一直停在那個 我的 那個 照片 我的大頭停 然後 可是剩下就是一直 那個 對 他有回顧就是那個耶 就是如果我是 用一般用戶的話 就不是直播主的話 你們聽到嗎 然後剛剛彷彿出來 那麼大聲喔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很想看 然後 他已經跑不掉出來 那就算了 我寄回來了嗎 他只是外面行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拿到LISA藏的海報 剛剛差點被那個 下面已經看到了 臉 之後應該就把它貼起來 所以我還不知道怎麼貼 然後 這個本來不是我的 這是01的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注意到有一個活動是可以拿到海報 所以我就超過那個報名的時間 然後01就說他可以給我 他的 所以謝謝01 你們有看那個嗎 唱片大賞的影片 真的很感動 算這次也是五關科直播 然後烘敗我也還沒有看 可是台灣又被地區限制了 所以其實也沒差啦 把所有的報名都帶來 いや,還沒有看 那麼,不要拿去 是 你們都不買再過 那會不會 你都不再給我 那會不會 那一點 那不會 對啊我也是 可是我相信今年他也會上紅白 所以沒有關係 謝謝小語的夢幻煙火 謝謝 謝謝 我那麼早直播 因為很忙啊 所以只能拍那個時候 沒有啦 就是剛好就想拍那個時候 因為想在客廳直播 對 因為明天可以在客廳直播 明天我弟應該還沒有醒來 所以我就可以在客廳直播 如果播一半他突然下來 真的是尷尬 晚上先跟弟弟講一下 忘了開那個特效 難怪少了什麼 我新拿到的特效 你們也辛苦啦 那麼早要看直播 爛的耶 換你但是行不來嗎 連假第二天還可以起來 對啊連假第二天起來 我已經習慣早八呢 我習慣了 只是我的睡眠時間 不會辦法習慣他 我喜歡 不會馬上做 到了 我們家 別把 我喜歡 Probleme 我們傲人 我喜歡 我喜歡 不會有伯地推 伯地不會有人推的 絕對不會 你是伯地推嗎 雖然伯地真的是小暖男 可是他有點 有時候有點太白目了 伯地推 伯地推 伯地 伯地 最近剛考到駕照 然後 伯爸就 買了一台摩托車給他 可是是二手的 可是伯地很開心 所以伯地現在在外面 溜達著他的愛車 喔 調早版 原來 辛苦了 歡迎戰士 昨天跨年辛苦了 謝謝思涵 謝謝 不會昨天開心 謝謝大家 大家有在外面跨年嗎 那麼冷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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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肚子饿了 对不起 必须赶快放音乐 不然要点母糖 摸一下 波滴地震骂髒话 他那样子 因为他跟朋友在玩 所以他们就嗨起来 就不然一直骂髒话 火锅店中 我没关系我很多朋友 都是在工作中 这很可爱 小熊抱小熊 然后再抱 那我抱他 谢谢 我喜欢 谢谢爱的熊抱 谢谢小语的爱的熊抱 谢谢 我弟笑的时候就全粉了 他很好笑 就是他打电脑的时候很吵 然后我跟我弟 有一个 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一直睡在同一间房间 就是我弟弟以前 也是睡这间房间 然后 那时候我们家就是上下铺 然后我睡上铺 他睡下铺 然后 然后我们的书桌也都并在一起 就是从小到大 我们的书桌都并在一起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 就是放学一起回家 然后回家以后 吃完晚餐 就一起上来写功课读书 然后 我们那时候 就是我弟后来开始玩电脑 然后就开始 大概小六在国一的时候 就开始玩电脑 然后 那时候我大概国三 然后准备要升高一 然后那段时间就常要读书 然后他就在旁边玩电脑 就很吵 然后 那段时间很常跟他吵架 然后 高一以后也是 因为高一以后就是感觉 不太想要跟自己的弟弟同一间房间了 所以就很常 因为他在打电脑 然后觉得他很吵 然后就跟他 两个人吵架这样子 可是我们的感情也没有说不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算还蛮不错的 就是 主要是我们两个个性都还蛮互补 嗯 我 就是 我要想一下我的缺点是什么 我的缺点应该就是 我比较 凶一点吧 就是我在跟我弟 我弟比较不爱发脾气 可是我在家的话 我跟我弟的话我比较爱发脾气 然后 我比较喜欢发脾气 就是如果我觉得他这样不对 我就会直接跟 直接骂他这样 然后他就是通常不太会回嘴 可是他如果遇到他自己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 他偶尔也会就是 回我两句这样子 然后我弟就是太白目 就是我弟不会 就是比如说像他会半夜玩电脑太大声 可是他小时候 现在不会了 现在大家都会比较去想想大家 就是其他人的感觉 就是我弟以前小时候就是比较 不会想那么多的人 然后他就是玩电脑 可能他就玩到很晚 然后一直叫 可是别人叫他安静的时候他会安静 就是他会收敛一点 可是他就是比较需要人家提醒他 然后 或者是他早上自己一大早爬起来打电脑 然后就很大声把我吵起来 然后我就常会因为这个跟他吵架 嗨 路卡 嗨 然后 对 就是 就是我们那时候 就常常因为这个吵架这样子 然后我是一个比较 就是我很容易去想说 就我很容易想很多 所以我常常都跟我弟蛮互补 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他不会想那么多 然后我会想很多 然后我跟我弟就是常常因为电脑声音在吵 然后后来越来越大 大概高二的时候 我高二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有点觉得说就是 因为我已经年纪蛮大 就不想要跟自己的弟弟在同的房间这样子 就是两个人的作息要互相配合 其实有点困难这样 虽然我们两个就是都是中学 都才是高中 国中生 就是可能 作息应该都差不多 可是就是还是有一点点 想要自己的空间 然后就跟我爸妈讨论 然后我们就把中间有一间房间嘛 以前都是拿来堆 有一些棉被啊 还是衣物的房间 我们大概整理一下 然后那间就清出来 变成我弟的房间 对啊 我弟是电玩工 他超喜欢去电玩展啊 然后超喜欢打英雄联盟之类的 对啊 我们两个 就是 我觉得我跟我弟算是感情还蛮不错 就是我们两个 常常会 就是 就是很和平 因为我们都是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喜欢人家来打扰我们 然后我们也不会 就是很少去打扰对方 都是我去打扰他 就是有时候 比如说问他吃什么的时候 会去他房间里面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蛮尊重 自己弟弟的人 就是我会敲门再进去 我就不管 有没有在忙 都会希望人家敲门 因为我们有时候 可能家长就觉得说 哎 要为什么要敲门这样子 或者是就不准锁门 对啊 然后 我跟我弟就比较 就是会互相尊重自己 对方想要的要求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 晚上我也会去找我弟聊天之类的 就是我们两个最近 感觉有比较 就是 姐弟情深温的感觉 对啊 然后我不是跟你说 我不是说我弟他打那个 我弟打那个 英雄联盟很厉害嘛 然后我之前也 有一段时间也蛮喜欢玩的 可是我没有很厉害 然后我常常就是靠他 靠他带我上排位置 或是靠他带我赢这样 然后有时候都跟他玩 然后有时候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 我就说 哎 我弟很强 我们要不要邀他一起 然后我弟就会附着凯瑞我们这样子 然后上次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猛猛 还有小滴玩吗 然后那时候我也有邀我弟 跟我们一起玩 然后他就跟我们 跟我们三个一起打 然后 他就很强这样子 会收到一个小孩最可爱的 我也觉得我弟蛮可爱的 就是他很善良 对他是真的善良 然后他对同学都蛮真诚 然后他也是一个 对自己 因为他今年就是 他就是现在高三了嘛 然后他最后要考大学 然后他就 我就有问他 关心他一些就是 你对大学有什么想法 就是你想要走什么路之类的 我觉得他的目标其实 已经算蛮明确了 就是他想做什么事情 他已经大概心里有个底了 然后他也知道他想要赢什么 他回来了吗 因为他如果现在回来 我一直讲这个 我觉得很害羞 诶 又有脸部特效 好爽哦 诶 一天解锁两个特效 谢谢大家 对啊 他就是我们那个 他就是我们那个 最强打手 超门的什么习惯 对啊我覺得养职好习惯 是很不错 就是有一种 又不是说就是 习惯你件事 應該要經過21天嘛 就是你要連續做21天才會習慣他 然後我現在也是都會很習慣保養之類的 就是保養之後讓你會請到現在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很懶得保養的人 甚至在當偶像之前 我根本就是一個不太會去保養的人 然後現在還要就是每年在那邊 擔心自己會被曬黑 或者是擔心自己皮膚沒有保養好之類的 因為我皮膚真的沒有到很 我皮膚真的不好我覺得 可是我今年 欸去年我已經很努力在做保養了 尤其是拍完屋侯的時候 第一次認知到曬黑真的是一個蠻不妙的事情 所以就瘋狂的在美白 欸對啊我很少 我弟要上樓 我很少在他面前稱讚他 只有那時候他找我討論學校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說 我會給他一些意見這樣子 因為畢竟我弟要走的路 跟我的路是不太一樣 差蠻多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辦法給他什麼太建設性的提議 畢竟他學的東西我也不太會 可是就是可能有一些經驗之類 就還是可以分享一下給他 畢竟我多活了他三年 塗抹粉絲的笑容當保養品 好可怕喔 你們會去哪裡呢 變成我的保養品 這個很好笑 我就是香蕉哥哥的梗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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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好聽 我覺得這首歌蠻紅的 點擊率很高 請幫我彈掉一點黑黑的部分 我真的很想變白耶 沙拉拉你好 晚安啊 coda的不好的粉絲 都被拿去做成保養品了吧 好笑喔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剛剛那個 壞女這個 嗯 耶 這首歌是如果被關注 那就完蛋 日劇的主題曲 喔真的嗎 因為我只有聽歌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個 的主題曲 因為我很喜歡聽這個歌手的歌 這個解釋得通了 喔對阿我們剛剛不是要來回顧這個嗎 直接忘記 我們不知道回顧2020年幹嘛的嗎 好 我記得2020 2020 2020 2020前半年就是有一段 大段時間都在 拍影片 就每個月都在拍影片 之前還是一個禮拜拍一個影片 不是嗎 然後後來太累了 就概念一個月一個 然後 嗯 我記得那時候影片都還蠻收到大家歡迎 可我現在回顧是覺得有點點 蠻不好意思的內容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會想到那麼多 然後 嗯 也拍了蠻多cover的影片 鋼琴還是 唱歌都有 2021也是打算繼續發 可是那個cover唱歌都是在下半年發的嘛 發了兩個 然後 然後就沒有 對阿後來就沒有再做了 然後 之前真的是撿得很瘋狂 就是還會特別找人家來家裡玩遊戲 然後 或是特別找成員一起玩遊戲 然後就會把它剪成一個十分鐘的影片 或九分鐘的影片 然後我就想說大家到底怎麼看完的 真的很長欸 那個 red video真的是 超長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IG排版一直想要走一個很黑暗風的 色調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越來越 繽紛多彩 有時候真的就是會 喜好變來變去 像我之後也有一點 就是我想跟大家講一件好多一件事情 但是等一下再講吧 先 講2020回顧 免得我就是又 跳來跳去的 然後拍了 其實這時候 拍 cover影片真的是 我覺得我2020做過我最開心一點的事情 就是做這個影片的部分 然後 那個時候發 紅蓮華這首歌 也是蠻臨時決定的 因為那時候 剛好遇到Lisa的生日 然後就很想要 拍一個 相關的 就是我自己 自愛的那種 慶生影片這樣子 然後 可是又不想要自己錄 因為又覺得自己錄的品質沒有到很好 然後就想說 可不可以把它做成一個比較大一點的企劃 然後就去 討論 然後就找了 麻煩的公司一個大哥幫我錄音這樣子 然後 就 很開心 就是大家給了很多很多正向的回應 然後覺得 很有成就感 YES 那個其實還蠻感動的 就是我們整體做這個企劃花不到一個月 嗯 其實大家都很敢 但我很久以前就在烈紅蓮華這首歌 所以其實 練習時間沒有很擔心是不夠還是怎樣 對然後 嗯 但錄完真的是隔了太久才發下一個人 就是你看後來發下一個人也是九月才發 就是我自己生日才發 然後在下一個到現在也還沒有發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還要再等一下這樣子 我是覺得我cover企劃的影片應該是不會停下來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歡 拍這些影片 所以就應該不會停下來 而且我想要縮短間隔時間 之後會縮短間隔時間 越縮越短 對 所以因為ban的企劃 所以就沒有什麼時間去錄cover的東西 對 然後 2020年 還有就是TPban嘛 TPban組 The Puzzles組 組 組成 然後 就是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在臉 然後昨天也上了那個The Puzzles的 回憶影片之類的嗎 我是把它看完 有沒有看完嗎 我恐慌掉了 這麼可能一天一個cover啊 太恐怖了 我跟你講一天一個cover 連那個 連那個 超厲害youtuber都做不到 每天都要在錄音室度過 然後那個錄音室也是每天都不能下班 瘋狂的剪接 瘋狂的修 瘋狂的MIX 哈囉Andy 看了 我也看了 我喜歡小姐姐發新的cover 我要來聽 她這次進來唱一首很久很久的歌 大總愛的歌 Sakurambo 好可愛啊她自己做一個Sakurambo的法師 Sakurambo就是櫻桃 Sakurambo就是櫻桃 很喜歡的歌 7個字都會唱歌 A嗎 是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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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 幸福的空 你一切都在你 我跟你一起玩 我可以负草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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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很好聽,你不覺得很洗腦嗎? 你也有想要做什麼突破嗎? 目前還沒有太明確的想法 可是我就是想要有多一點點 不會自己 爭取一個 跟唱歌有關的企劃 我不知道,我希望自己可以唱得越來越好吧 如果要明確一點的突破 IG粉絲突破一萬 差兩千 我不要用買的,大家不要把我買,拜託 對,不要用買的,真的不要用買的 Cover英文歌 這個好像可以耶 英文學好 過英簡 不要,這太大了,這讀太大了 我突破,那我要來學英文 可以的可以的 那來學英文 Cover老歌 這首歌也算老歌吧 但我覺得可以耶,老歌也不錯 Cover台語歌 可是我不太會講 不太會唱台語歌 做好的 不要買追蹤 我們自己爭取 謝謝佳陽 不是,他有家養,講錯 那現在剛進來會謝謝他 直接問號 聽完了 對,大家趕快去填握手券喔 因為已經快截止了 然後聽說還有很多很多人買CD 然後還沒有填握手券 大家趕快先填一波 波勒的兩部都還沒有賣完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一天 盡量一天 盡量一天波勒的握手會 握手會 那我如果做個突破是 希望今年的握手會也可以賣完了 這個好像 可以努力看看 對啊,大家都壓線窄 大家不要壓線啦 壓線危險 萬一忘記怎麼辦 忘記的話握手就會浪費掉了 喔,還沒到貨嗎 真的嗎 都脂肪了還沒到 我剛才講話怎麼有點奇怪 聲調有點奇怪 可能是牙齒太痛了 就大概2月22號 所以有CD也趕快停一波 如果還沒有想到要填 誰的話 可以填我喔 那換贏戰士是要填我嗎 期待在握手會看到大家 3月13跟14號 我不會希望 那如果到貨呢 怕你站在去到貨會填我嗎 太疯了嗎 那如果到貨呢 换她一戰到貨會填我嗎 你太疯了嗎 OK 先活動 好的 那我就用這個月亮 你回心轉意 喔 歡迎三世不會出現的 好可惜喔 當然跟Frocky一樣 他其實上次也是沒有出現 因為有事情 是嗎 臨時有事情 所以後來變成國術帶下去 早帶我也太難過 好 香港人 真的沒有辦法來 好好吃 合理性 在裡面 可以 我心裡沒有無人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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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 那麼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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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紫色,真的嗎? 我也覺得有一點點 可是它是深藍色啦 有點努力在補它 真的有點像紫色耶 台北以外都算怪粉絲笑死 台北國是不是 那我的衣服今天跟我頭髮蠻配的 開始在南北了 不行我不能參與,我是偶像我不參與這個 笑死了 我這樣有個長髮的錯覺 突然有點懷念我自己的長髮 還好,我還是覺得短髮比較好看 那段時間很女性化 真的也女性化 只是頭髮有點短 居然剪太短了啦 我會想 我會想冬天太冷,爸爸跳得留長一點 我已經剪頭髮剪了好幾年 我記得我人生那時候是 就是那個 我六年級的時候一直都留很長 留到腰這邊 然後那時候頭髮不然就留到背這裡 然後那時候就是頭髮都很長 然後捲捲了 然後後來有一次暑假我就聽團 就去聽樂團跟我爸 然後太熱了 然後就受不了 然後後來我就叫我媽 就是叫我媽一定要帶我去剪頭髮 然後我媽就帶我剪頭髮 剪到大概就是這邊 然後那頭髮很卷 因為我自然很卷 然後就很短 然後以前睡覺長髮的時候 就會撩起來睡覺 然後人生第一次睡覺的時候 頭髮撩起來沒有東西 有照片嗎 之後找我看吧 然後後來就 到了國中 然後就繼續留長 然後就留到胸口這邊 然後那時候是 直髮 因為燙直了 然後就 黑長直到 國三嗎 欸沒有我到高中 高二的時候我才剪短 一直直長髮 到胸口 然後一直到高二的時候 剪到這裡來 很短 我第一次剪剪超短 我剪到這裡 就是比現在還短 大概這樣 然後 超不習慣的那時候 可是那時候很喜歡 聽到我們應該甩起來吧 可是我那時候還小六啊 那時候我才剛開始聽 然後 後來 就 那個 流長嗎 欸沒有到高三也是短髮 然後 19歲的時候 就有流長 就流到大概這裡啦 說故一下 就是剪頭髮 我被算成長髮的地方 然後 後來就 2019年嗎 的聖誕節 就剪了頭髮 後來有流長眼然後又剪短 後來覺得短髮比較喜歡吧 比較喜歡短髮 現在是比較習慣短髮 可是我想要綁馬尾 有時候短髮綁不起來 就是這邊會掉下來 後面綁得起來 就只能綁低 我懷念我以前可以綁這種 很高的這種 就是小琴這種馬尾之類的 就是懷念那個馬尾 或小滴的那個 樂團這種馬尾 因為綁那個馬尾真的很好看 可是要長髮還綁得了 因為短髮以後幾乎都不能綁頭髮 我國中有常綁馬尾啊 就是把那個長的那種 因為以前上體育剛才幹嘛很熱 還是無聊就會綁 有啦 2018年或2019年 是不是我的頭髮很長啊 在這 所以我二單跟四單的髮型差很多了 可是我久了其實過了兩年 我都沒有變 外表 有變嗎 喔對啊二單的時候是長髮 三單來剪頭髮 所以我二單跟四單的髮型差很多 二單是黑長直啊 可是也沒有很長啦 黑直 然後四單的時候是短髮 然後還捲起來 變超多吧 我會覺得我變很多 你說外表嗎 臉變很多嗎 真的嗎 那我變那麼快 有沒有變老吧 可是我覺得我 2019的時候真的很瘦欸 突然轉移到這邊去 更沙 謝謝 超沙喔 全蛋夠沙嗎 聲音都刺性起來的感覺 喔真的嗎 可能有喔 我也覺得我自己有比較自信一點現在 學習認識自己 就是這一年 去年吧 七七小滴那時候也超瘦 所以就是說這兩個人也變胖了是不是 好有果樹 大家都圓圓的 對我也覺得大家都變胖了 我們這一年應該好好減肥 我覺得 就是TP的大家 我也要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2019可以 那麼積極的減肥 大家要打噴嚏 咻 咻 不說你完蛋了 大家要開始欺負他了 其實說他腿變粗 他一家有點遠遠的 喔喔第三個 截圖 當然啊你們 面面前陣子也在講說 就是粉絲還是大家覺得他變胖 或是有人覺得他變胖 因為有點可愛啊 反正大家欺負我啊 好可憐 怎麼那麼哀怨 我自己也自首我變胖了 現在也是吧 第五個 第六個 剩句確鑿 我也變超胖 三個 對阿我跟小青一吃東西 所以我們沒有在變胖 對阿我現在臉都沒有很尖的感覺 這樣會有點 下巴太多 以前下巴大概是這樣 這樣 這樣子 現在是有點 很狂靠人 真的 麻煩大家 我比較喜歡我瘦瘦一樣 所以我之後會努力減肥的 那些國術都在看局主的吧 那我也都在看他們 這也啥啦 局主變胖了 肥菊 我說你竟然沒有只看局主 對我忘了你都會看局主 局主看比較多的大家買 因為櫻組都可以吃燒肉 可是他們都沒有變胖很多 真好 我們還有孟存不要忘了孟存 我們這組是不是體重贏了 我們是小肥菊 小肥菊聽起來很可愛啊 我們UNI-Daisy 本來就要改成這樣子 比較胖一點這樣 MOMO才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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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O很瘦 對 01就很瘦 但其實面面很瘦 面面真的很瘦 面面很高 然後他體重跟我支援跟我差不多 然後 可是他 只是最近沒有那麼瘦而已 就是他原本太瘦了 我覺得 MOMO可是差在體重頂點的人 UNI肥菊 對啊我們之後要去繞國服 沒有啊 健康特重要 好我會注意健康 一邊減肥一邊注意健康 我會健康的減肥法 維持好體態 這段時間都是這樣啦 就我2019年 要來縮嘴我2019年減肥法 就是那時候都吃很健康 就是那時候就是完全 戒糖 然後喝很多水 然後 晚餐都吃低脂的東西 然後營養 就是營養高 然後低脂的東西 又吃雞胸 然後配青菜 就是水煮青菜 加一點點小醬油 然後再加 吃饅頭 烏骨饅頭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就 體重掉超快的 然後 雞肉量也上升超快的 然後整個就很開心 雞胸肉 還有那個 魚啊也會吃 然後後來也會去買一些牛肉來吃 就是用比較健康料理法 這就變得很麻煩 因為三餐都要自己做 然後 現在很多很多那種健康餐那種店 可是又很貴 現在都吃很狂欸 然後 雞胸肉怎麼煮才不能柴啊 我那時候就是泡在蛋白裡面 就是我那時候會 弄一個蛋白 就是把蛋黃拿掉 然後 在蛋白裡面加鹽 然後 把雞胸肉泡在裡面 然後 就是 抓抓抓抓抓個十分鐘左右 然後 煮的話是先煮沸水 然後 煮沸以後關掉 然後 直接就直接關火 然後雞胸肉丟進去裡面 忘記 丟多久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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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I餐 嗯 可是都很貴啊 就覺得吃一餐 因為自己煮的話其實很便宜 大概一百內就可以解決 因為一把青菜就是很便宜 然後又可以吃很多次 然後我那時候饅頭都是買一袋一當多一下 然後要吃的時候就可以用 一開始很不習慣 因為一開始就是飯量減少太多 然後就會很容易餓 然後那時候就會一直吃一些堅果之類的 當點心 現在的我還做到嗎 可以 把雞爪去骨滷到很軟 感覺很好吃耶 所以它是滷到很軟 所以吃起來像果凍 會不會很容易膩啊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自己還會加一些胡椒粉之類的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太沒有味道 我還會喝豆漿 喝無糖豆漿之類的 因為吃高蛋白之類的 然後就喝一點無糖豆漿 然後豆漿就會 我覺得你要習慣 就是你習慣那個味道 過度情 過度之後 你後來就會覺得 其實那些東西吃起來也蠻有味道的 然後你後來 可是後來就是你吃一般的食物 有時候比如說 跟朋友出去慶生之類 然後你可能吃一般的東西 就突然覺得很有罪惡感 所以要平衡 就是適時的獎勵自己 吃一些好東西這樣子 還是要靠自己去平衡 但那個算是我人生第一次 就是領悟到原來減肥 要怎麼樣才叫做 有效率的減肥法 那是我減過 就是最有成就感的一次 就是我其實很 國中開始就很喜歡 跟同一流行在那邊減肥 然後那時候減肥法 就是不吃晚餐 不然就是 就是吃一些很少 很奇怪的東西當晚餐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 都沒有什麼效果 然後還一直就是餓肚子 然後後來呢 發現原來減肥是 就是要這樣子才比較好 怎麼吃脈脆肌減肥的方法 我不會好想要學喔 拜託教我 好啦我現在念這個 今天的鑽石吧 謝謝大家 今年第一波有來看伯樂耶 謝謝大家 好 今天的第十名 謝謝佳陽 謝謝佳陽 謝謝 然後第九名 好第九名 這是歐布文在探長 謝謝 謝謝 膝蓋幫國術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覺得那個 頭貼放小看 很像炭治郎 然後第八名 謝謝叉琪 謝謝叉琪 然後第七名 謝謝暗洪 第六名 謝謝敗獎 然後第五名 謝謝小黑 第四名 謝謝 幻影戰士 然後第三名 謝謝好多組織 朱里恩 第二名 謝謝 謝謝 落日一笑笑 然後第一名 登登登登登 謝謝 小雨 謝謝 Sorry我比較小聲 因為 就是 我第一在 沒有就是在門口 怕吵到她 謝謝大家 大家祝的阿就是 新年快樂 然後明天早上 九點半即播見 就大家可以 起個 大早 然後我們 可以開一播直播 希望我可以在客廳裡開 要準備進行摩摩摩睡袋 好的 對 九點半九點半 我們就九點半唄 明天見 大家晚安 掰掰 這個特效真的很可愛 掰掰